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想通这事件事 人生轻松多了 一起来听 常常听到身边人抱怨自己活得累 好像别人都比自己过得好 其实呢 事实并非你看到的那样 每个看似轻松的背后 大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烦恼 作家林清玄说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之八九 所以要长思一二 生活没有一帆风顺 人生没有一成不变 反是啊 只要你想明白了 看开了 那些困扰你的问题 也就解开了 想通这十件事 你会发现人生轻松许多 你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你 完全是两回事 哲学家舒本华说 人性有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 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当你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时 就很容易迎合别人的想法 而委屈了自己 但生活本就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自己怎么看自己 想起电影《阿甘正传》中 有一句经典对话 你以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意思 难道我以后不能成为我自己了吗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成为自己就好 不必活得那么累 当你不再猜别人的想法 你便能彻底卸下心里的包袱 专注做自己 审视自己的生活 专注眼前当下 把握此刻拥有 才能活得轻松愉悦 少烦忧 一个成熟的人 往往发觉 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 人人都有他的难处 来自一书 曾在微博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网友因为连着几天下雪 不能出门买菜 便在网上下单 等外卖小哥送货上门 结果送菜的外卖员 不小心把鸡蛋打碎了 他带着哭腔说 我赔给您 求求您别给我插屏 网友接过袋子 看着满脸愧疚的外卖员说 没事 我自己处理 您快去送下一单吧 遇到这样糟心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很气愤 但这位网友并没有 他想的是 雪天路滑 鸡蛋都摔成了这样 对方也一定摔得很疼 当我们试着理解对方的难处 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时 一切矛盾都能迎刃而结 给别人一份体谅 也给自己一个好心情 不为小事生气 不轻易责怪别人 明白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苦衷 事事都有无奈时 你的世界也将宽广许多 你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伤心 也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快乐 来自马克吐温 作家太宰志在小说灯笼里写道 日子只能一天一天好好的过 别无他乏 别烦恼明天的事 明天的烦恼让明天去烦吧 我只想开心努力 温柔待人地过完今天一天 静由心生 命由起躁 舒适的生活 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开始 当你不再挑剔生活时 烦心的事在递减 美好 如约而至 当你不再期待过高时 越来越容易知足 那心中尝试快乐 当你能坦然面对得失时 少了许多纠结 活得自在坦然 好心情都是自己给的 伤心或快乐 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不妨每天给自己一个快乐的理由 修得平常心 笑看世间是 安然度此生 夫妻好比两人一起划船 不是靠其中某一方 就能顺利前进的 来自迪元后 一艘船想要走得远 行得稳 需要多方共同协作 才能无惧风雨袭击 成功上岸 如果只靠一方用力 船不仅不能前行 还可能会偏离航线 甚至有帆船的危险 婚姻也是如此 相互配合 才能长远 想起鲁迅小说 《伤势》里的子君和娟生 恋爱时满心欢喜 步入婚姻之后 直面现实的生活的两个人 每天都在为钱发愁 娟生为了挣钱养家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 抄写公文 信件来换取微薄的收入 而没有工作的子君呢 每天都在盘算着 如何用最少的钱 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一个人过于 依赖另一个人的时候 婚姻的天平 也失去了平衡 当埋怨之声越来越多 曾经甜蜜的爱情 也终将败给生活的苦涩 婚姻里 既然已是同传度 其头并进 方能行稳致远 交朋友跪在自然 用不着刻意追求 来自周国平 古语云 人则明君而臣 了则梁木而期 则游也是如此 不必刻意追求 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自然会走到一起 历史上最令人羡慕的友谊 莫过于 于伯雅和钟子七了 他们的相遇非常偶然 一日薄牙成舟 看着眼前的高山流水 思绪万千 便借弹琴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岸边路过的子七 听懂了琴音中 传达的感情 大为赞赏 从此二人互为之音 成为最好的朋友 有句话说得好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气质 你是什么样的气质 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当你遇到拥有相似爱好 同样脾性的人时 自然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想人生有限 与其广交泛泛之友 不如用心经营 真心相待的朋友 压力之所以大 是因为有颗好胜的心 人生有很多没办法的事 放弃也不一定是 失败者的证明 生活中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但没有人能一直赢 一个人好胜心过强 不允许自己舒适 压力也会由内而生 压在心里 适度的压力可以助你成功 但过度的自我施压 也会把自己逼到崩溃的边缘 人常说 金无足斥 人无完人 对自己不要太苛责 对他人不要太苛求 一次失败不代表永远失败 那也可以是成功的新起点 正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 实验了一千多次 才找到最适合的材料 人生充满新机遇 不认输的人 一直在无限地 接近成功的路上 我们有敢于挑战未知的底气 也要有果断放弃的勇气 我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拿过去的事情 苦你自己 过去的事情 就应该深深埋葬起来 来自巴金 我们都知道 如果受伤了 想要伤口快点好起来 就要上药包扎休养 如果你一次次地揭开了伤疤 除了让自己再痛一次之外 没有别的好处 生活也是如此 面对曾经的伤痕 不要一直趁尽其中 毕竟发生过的事情 无法改变 我们能做的 就是抛下苦难 拥抱未来 不纠结过去 不忧心未来里有一句话 真正有意义的人生 是把握好当下 别在过去的痛苦里沉沦 更不能为过去的失误 毁了现在的生活 每个人的心理容量 是有限的 如果储存太多悲伤的记忆 就很难装下幸福快乐 不如将那些痛苦的回忆 打包整理 全部都扔掉 你会发现 生活仍然值得期待 你去追跑了的东西 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的 你以为用手抓住了 可仔细一看 手里是空的 来自池子剑 每个人心中 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执念 总有不甘心的时候 为了达到某个目的 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最后痛了自己 还是没能达成所愿 越用力越无果 世上的事 多的是遗憾 少的是美满 当你学会放下 不再强求时 你会少去很多失落 离开的朋友 不必追 不同路的两个人 迟早会踏上各自的旅途 曾经的爱人 不必追 当爱情消失之后 勉强 已经没有意义 失去的时光 不必追 所有渴望把过去 复制到当下的企图 都是徒劳的 很多事 轻放下 很多人 不必追 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 轻装上路 前进的脚步 都会轻盈许多 一生中 有些雨 必然得下 一些日子 必然会暗上 来自小妇人 生活向我们展示 美好的一面 也会让我们看到 残破的一面 而无论美好 还是残忍 谁都无法逃避 就像余华 活着里的主人公 福贵 从衣食无忧的阔少爷 到吃了上顿没下顿 亲手埋葬至亲之后 孤苦伶仃与老牛相伴 命运跌宕起伏 但他都选择扛下一切 坚强地活下去 因为他知道 苦难是生活的常态 我们无法避开 只能坦然面对 活在世上 没有谁是容易的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烦恼 遇到下雨天 撑开伞就好 遇到困难时 解决就好 你要相信 总有雨过天晴的时候 总能守得云开 见月明 你要有勇气 做一个平凡的人 有人说 人生有三次成长 一是发现自己 不再是世界的中心的时候 二是发现 再怎么努力 也无能为力的时候 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 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 年少时 我们觉得自己 与众不同 未来闪闪发光 长大后 经历过生活的洗礼 终于明白 自己与云云众生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接受自己 是一个普通人 又怎样呢 世界上不止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 别人定义的成功 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 不卑不亢 自信地去做好每件事 接受自己是个普通人 不紧不慢 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 生而为人 不必为自己的普通 感到遗憾 那是多数人最终的归宿 但请记住 我们虽然普通 但依然可以活出自己最好的样子 看过了世事纷扰 见多了天灾人祸才发现 有些事 我们无法改变 没有懂得放下 看得通透 才能活得轻松 泥沙巨下的生活 从来都是鲜花和荆棘并存 欢乐与忧愁相伴 愿我们都能慢慢想通 生命中的难题 学会面对 接受放下